以后你要把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当然在Python里面最简单的就是用SQL line 但如果你要存取SQL line 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input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云端上面的sample 有一些部分都是固定的 像input SQL line 3 这个一定要input 如果未来还有四 也还有五的版本 如果有update 因为这个是版本名称 如果有新的版本 也许你update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一定要把input进来之后 利用它做什么 利用它帮我去做连线 所以利用SQL line 3去connect 后面这个名称的话 那当然这个是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你不一定叫这个curso01 我这边是取一个叫curso01 你可以叫什么abc01也可以 反正这个名称 副档名的话我习惯要点db 当然书下回好像他的副档名叫点SQL line 我是觉得这个副档名也没有关系 我的习惯 因为在手机里面用的 也是SQL line 然后呢在手机里面的副档名是点db 所以我沿用 反正你这个观念通的话 以后用在手机上面的程式撰写 也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差别 只是说语法稍有不一样而已 目前当然写那个手机的 比如说Google的部分还是用Java 微储 可是未来会不会改成用Python来写手机的app 我是觉得蛮有可能 那什么时候会出来会变主流 其实也很难说啦 我是觉得有这个趋势 那以后如果你学的东西 除了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资料处理之外 以后随便也可以 写手机的app也可以用Python来处理 那目前也有只是非常的麻烦 OK 所以慢慢也许啦 有一些新的新的东西出来的话 再慢慢再跟上就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connet后面这个资料库 那目前的话你会发现 我刚讲过 如果在我的根木屋里面没有这个 它就会帮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但如果已经存在 它就会直接连线 连线的话会建一个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里面的话 我们再利用cursor的方法 去产生一个cursor物件 那这个cursor物件的话 将来可以让我们去执行seql语言 OK 所以cursor.isq就是执行上面这个语法 这地方的话 create table 特别注意 create table是seql语法里面的共用 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呢 是seqlite也好 或者是myseql 或者是oroco 反正各种资料库 它都会相容一个语法 叫seql语法 seql 这个我想应该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听过了 这个seql语法就是我要跟那个 资料库做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讲 一个他共用他听得懂的一个语言 叫seql语言 第一件事情我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怎么样 建一个资料库 不是 资料表 好 资料库里面有资料表 那个资料表名称叫table01 另外的话我前面有个叙述 就是如果他 如果这个资料表不存在的话 再帮我建立 但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你就不要建立了 你就跳过就好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建第一次对不对 如果你第二次再跑一次这个程式的话 那那个table已经存在 你再建的话 很抱歉就会产生错误 这一行就挂掉了 所以理论上你不能只写这样 create table 你第一次执行OK 你第二次执行他就跟你讲说 很抱歉 这个table已经存在 你要不要换个名称 因为资料表的名称不能够一样 OK 怎么办呢 就加一个这个 if not is this 就OK了 但是特别注意 if not is this 这个语法 大部分的资料库都听得懂 但是少数的资料库听不懂 像我试过 用assist资料库 assist资料库里面 如果加这三个字进去的话 他会挂掉 assist资料库里面 他不支援if not is this 但是他资源在create table都OK 所以以前我们要把资料 比如说VBA里面要跟assist资料库 连线也可以产生资料表 没有错 可是问题 没有办法加这个就很麻烦 没有办法加这个的话 恐怕你就要什么 自己把资料库里面 多少个资料表全部列出来 用判断的比对一下 看有没有这一个 就不能用这个语法 如果可以用这个语法 其实简单多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两个栏位 一个叫Lambert 一个叫TL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里面用双引号的话 不 外面用双引号的话 里面的话你就用单引号 OK 这个是有习惯 如果颠倒了 像有些书里面刚好颠倒 如果外面用单引号的话 里面就用双引号 如果我个人习惯的是 基本上外面都是用双引号 里面才用单引号 那这里面的话 栏位名称 其实栏位名称的话 当然你后面 如果两个栏位 你写这样也可以 就是一个integer integer值的是整数 OK 那如果说呢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栏位里面只能放整数 所以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你放进去 它就会把小数点拿掉了 OK 那你如果放文字的话 它会帮你把它转换成数 如果不能转 就发生错误了 OK 也意思是说只能放 那个 放什么 放 就是整数 其他不能放 那你想说 老师可是我有小数点怎么办 那你就把这个改成Double OK Double的话指的是有小数点 OK 所以如果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可能我不确定放什么东西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不然你就一律了 用什么 用test就好了 全部用test 其实 如果你懒得记 简单的方法就跟easeo一样 easeo反正你放什么都可以 你放文字放数字放什么 有没有 就全部通用格式 那其实在资料库也是一样 那资料库规定的比较严格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害怕说 你的来源资料不确定格式的话 那不如你用test 反正就是先把它用文字来代替 那以后如果说你要把它再做其他处理 你就重新转型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只是差别是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效率稍微比较差一点点 差多少 所以我觉得资料不多的话 都没什么差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错误 你干脆写这样也可以 全部用test好了 所以你会把easeo为什么好用 因为easeo写什么都可以 资料库为什么麻烦 因为你要先预先 先设定好你的资料 那个栏位的那个资料形态 而且你设定错了 抱歉 将来就要改就很麻烦 不然导不如怎么样 就全部都通用格式算 用文字格式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缺点是效率差一点 不过如果你 比较不担心效率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各位可以 OK 那我们先用这个方法 来试给各位看 然后后续如果你要严谨一点 你可以再自己加一下 所以建一个table 里面有两个栏位 一个叫number 一个叫teller OK 然后exque的话 就是把上面这个语法 跟资料库沟通 他就会帮我建一个空的table OK 所以连线资料库 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 所以再来 这个是资料库 资料表 再来这一行的话 insert in2 这个insert in2的语法 也是固定的 也是seql语法 所以如果以前有学过seql的东西 应该不陌生 但如果你对seql语法很陌生的话 我建议你要不买一本seql相关的书籍 彻底了解 再不然你Google关键字 seql语法教学 里面网路上一堆 他会列出来各种seql重要的语法 那里面的话 我现在已经建一个空的这个资料表 那我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就insert in2哪一个 特别主要 放进资料到哪一个资料表 insert in2 table 空一格 values values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放什么资料 ok 那不过这边的话 刚好有两个栏位 那我就第一个栏位呢 我就放什么 放1 假设1好了 不过如果前面是tl的话 记得 后面的话你就要对应到 因为tl的话 就是 那个文字的话 那记得 如果是文 如果是integer 那你就放这样子 1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记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insert in2 比如说我第一笔资料 那这个人的电话是这样子 那你请你帮我把这个讯息 再传递给seqlite 那怎么传递 一样用科舍 所以你会发现科舍 有点像一个信差一样 那他后面有个方法叫sq 就是帮我把这个讯息传递给seqlite 资料库 他就帮我把这个记录丢进去 那commit就是确定 有点像你输入公式到那个什么 esail 不是那个打勾 打勾就commit 确定喔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关闭连线 那就确定把资料写进去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呢 确定ok之后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执行来看一下 这边按个执行 所以他会先新增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把资料放进去 好 确定一下执行 接下来的话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应该他就会帮我把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就自动怎么样 就会告诉你已经ok了 不过你如果觉得说 这样好像无声无息 有点不ok的话 要不你就是这样 在底下print一个讯息好了 叫什么 输入成功 ok 那已经输入一笔了 你可以输入第二笔 2 编号2的话 假设02 这是电话码改一下 23456789 假设这样 ok 那你再insert 这样的话呢 又会insert第二笔记录了 输入成功 ok 那可是我怎么知道 已经输入成功了 接下来要验证 所以要怎么验证呢 请各位特别注意 资料库 现在在哪里 感觉好像无声无息 他就建立了 实际上 他是帮你建立在 这一个 这一个 我是建立这个叫 cursor01 底线insert.py 那如果你把它 特别注意 他是放在这个的旁边 所以你把它 我的习惯是直接在 source按右键 他有个重新整理 或按F5 重新整理之后 你会发现 因为我的名称 叫做 curse01.db 对不对 你把它重新整理之后 请你注意一下 这边就会有一个 curse01.db ok 当然我讲过 如果第一次执行 他会自动帮你建 如果已经存在 他就是连线而已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那你不是刚刚新增 我之前这两次 所以应该里面有两笔记录 可是我要怎么把它打开呢 ok 以前如果你们有用过 SS资料 应该知道 点两下打开就ok了 可是问题 这个 这个 SQL.db 它不像说 SS 它是商用软体 它是一个free的 自由软体 所以如果你现在 把它点两下 它当然 我看这个地方 curse01.db 这个 它里面会是 二进位置的东西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利用 其他的程式 那我这边在云端上面 我有放一个 免费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的话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补充资料里面 那你们找一下 有个叫SQLite Browser 这个SQLite Browser 有点像是 你那个MDB的档案 你用S开 那如果SQLite的话 你要用SQLite Browser 那这个是一个免费软体 你把它下载之后呢 你把它解压缩 这边把它下载 按右键解压缩 我把它解出来 里面的话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点两下 打开 它就会出现 像这样的一个视窗 其实长得到 有点像SS 只是说没有SS 那么复杂 那它的功能 非常的简单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Open 然后告诉它什么呢 你的那个 Kursor01.db 放在哪里 那因为我这边是放在C碟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D碟 C碟里面 我们之前好像是我们的工作目录 那我是放在那个 这个Python的Workspace 好像有两个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如果你不再知道的话 你可以用这边 用什么呢 用那个我们的有个Workspace 这边Switch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目录在哪里的话 不对不对 我怎么在D碟 那应该怎么 你用Other 旁边这边有个Other 你Other的话 你点进去 它应该就会告诉你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去看一下 SwitchWorkspace Other 它会告诉你 原来我是放在C碟底下的这个目录里下 所以要不就是你就直接干脆把这个复制一下算了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东西都在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 File里面的那个什么 SwitchWorkspace Other 这边就出现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再利用这一个 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的目录名称放在这边Enter一下 它就进到里面了 里面我有一个 专案名称叫Texter Texter Texter里面有个SRC 特别是还要再进到两层 你就会看到会有个叫什么 科蛇 所以特别是 我这边专案名称叫Texter 里面有个Source 再到这边找到了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资料库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告诉你说 里面有一个资料表 叫Table01 那它的Field Field的就是栏位 会有两个 一个叫Lambra 一个叫Tail 然后呢 它的Type 资料形态都是文字 OK 那进来它会先跟你讲它的这个结构 就是Data structure 那里面到底放了什么资料呢 你可以切到第二个页面 Browse Data 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有Insert into 到这个Table 那就会有第一笔 有没有 第二笔 如果当然 如果我现在又Insert into的话 假设我这边又增加一笔的话 3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 其实反正这边不改 直接直行 那你会发现 它又会一笔输入成功 那你可以 不过它不会马上reflage 所以你可能要怎么 切过来 好像切一下吧 又会出现 第三笔 OK 表示你这边应该是OK的 因为 Seqlite 它基本上 嗯 不像那个SS商用的 所以你可能 还是要配合这样的软体 我讲过 其实不是只有 那个Python这样用 手机APP 也是类似用Seqlite 概念 而且像Seqlite 在Broadway以前交Enjoy的时候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一下 好了 那我这边的话呢 实际上 这个部分 我稍微有把程式稍微做修改 所以跟云端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大概改了 嗯 这边 这边有一个 这边 我其实本来是什么 这边是 有这些啦 不过这些有些 Primary Key跟Nanu 其实不加也OK啦 那当然你未来如果一定要Key 拿着弄我也可以再加上去 然后我这边 其实我是把它改成一个叫 TEXT 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Seql Seql语法我印象中是不去问大小写 不过习惯上都会把它打大写 OK 然后 其他这边的话呢 就是单引号 我刚刚是把这边改成单引号 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过这单引号好像自己打上去的跟那个程式贴过来不一样 单引号 insert into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已经产生了一个资料库 叫curso01.db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呢 建立一个table01的资料表 然后呢 并且新增的三笔记录进去 反正至少了 已经成功的踏出第一步 就是你已经把资料 从python里面 丢到资料库里面了 那以后的话你要再把它叫出来 反正至少资料都已经存在这里了 那目前我们是用seqlite把资料调出来 可是未来如果你要用程式把资料调出来的话 待会讲 其实下个语法就可以了 用slate seql里面有slate slate的语法 这个指令呢 就可以把什么 把资料又调出来 那儿 先我们把它煮成一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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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